大家好,现在正是大量西梅上市的时候 今天我们来给自己浸泡一瓶美美的西梅酒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,简简单单,非常容易制作,而且口感非常好 我们先来烧一锅开水,把要装梅子酒的容器用洗滴精洗干净,然后在开水里烫过消毒 如果你没有这种瓶子,随便用什么带盖子的瓶子就可以 你要记住这个瓶子要保证非常的干净,一点油都不能有,不然容易污染 西梅用冷水洗干净,注意这个外层的白膜不要用力的把它们都清洗掉 就这样冲洗一下就可以,然后把头上这个地儿去掉 捞出来后晾干表面的皮,自然晾干的就最好 如果你要用餐巾纸把它们擦干的话,注意不要用力的把表面那层白膜给擦掉了 把西梅用一把小刀给划开,尽量划深一点,能划到合就是最好的了 我就简单的划了个十字刀,如果你想多划一两刀,问题也不大 就是注意不要把肉给划掉下来了 用一瓶没有特殊气味的高度酒,酒精含量在30%以上就可以 我这个是40%的,我比较推荐用白色的Ruma酒 这个酒香味比较浓,当然你要用福特加或者其他的,只要浓度够高都可以 先倒一点高度酒,在消毒过后又晾干的瓶子里头,然后把它摇晃均匀再次的消毒 现在把西梅加在瓶子里头,理论上应该一层西梅加一层冰糖 不过我觉得最后都要溶解在酒里头,所以问题也不大 加一点西梅加一点冰糖,或者你把所有的西梅都加进去以后把冰糖加在表面也是一样的 最后倒入Ruma酒,覆盖住西梅和冰糖,然后把它加盖密封 记住不要装的太满,留一点空间给它们呼吸 每隔3-5天拿出来摇晃一下,每次大约摇晃个3-5分钟就可以了 一直到冰糖完全融化在酒里头 然后放在阴凉的没有光线照射的地方浸泡一个月 这样我们的西梅酒就浸泡好了 打开来的时候,香气扑鼻啊,浓浓的西梅香味混合着Rum酒的味道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,一勺西梅酒,加上一个浸泡的有点脆脆口感的西梅 我们来尝一尝 喝上一口西梅的水果香气,合着甜甜蜜蜜的口感 非常简单的做法,你一定要试一下 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酒很有点厚劲 不要因为太好喝,一下子就很容易喝多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,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集再见